以前莊米是做的這麼大 你看這個熱水瓶 然後這裡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你有這種年齡嗎 有啊 你有啊 不要那麼大聲 那在復興路99號跟大家報告 他有一個這個窗戶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你知道嗎 他這個窗戶是不會動的 在歐洲國家你知道嗎 窗戶的大小決定你的稅金多少 不是門嗎 門也是窗戶也是 窗戶也都是啊 你在判皇帝搶陽光 傳說如此啊 這樣說對不對 我們下一個下一個 你可以看一下 他這個是忠祐 忠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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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的市場 那有市場旁邊一大堆的紐客行 你知道嗎 那邊有一百多家 那整個家起來有十幾萬件的零配件 那個才是數量才可怕 那這個 這也是很可愛 然後呢 你看有沒有看到刀祭行 有 下一頁 來 我們講到這裡是哪裡 等一下你們要抽獎 來 各位親愛朋友 請你跟我唸 看你的心力怎麼樣 你等於要抽獎的機會就多少 來 請大家跟我唸 慢慢的唸 唸自己的耳朵聽到 心感受到 來 我很善良 神明會保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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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 平安 健康 健康 快樂 快樂 幸福 幸福 抽到獎 抽到獎 我跟大家報告你知道嗎 你要怎麼想你知道嗎 我們胡老師等一下會抽獎是抽兩張 一個人就可以拿兩張 你另外一張你要分配給誰 這個心態很重要你知道嗎 我講的是有憑有記的 我是運氣很好 我曾經為了找台灣的燈塔 坐船 繞台灣海峽繞兩次 其中每一次我會到澎湖去 澎湖有幾個島 六十幾個島 那其中你知道嗎 只有一二十個有人住 其他都沒有人住 那可是澎湖的島呢 每一個島上面都有什麼 都有廟 而且一間蓋得比一間漂亮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要注意一下啊 因為常常有颱風 或有什麼流啊 洋流 一不小心 那船就要怎麼樣 到被封面 那個海島去那邊 避難 避難 那避難以後要不要感恩 要不要感恩 代德要怎麼辦 就起一個宴 我下一次 我跟你講 起宴的時候呢 拜神要不要還宴 一定要還宴 只有一個可以不要還宴 那就是祖先 你知道嗎 所以要還宴要怎麼樣 有人就說好 我下一艘船 我出去抓到的魚 全部怎麼樣 那一筆錢 全部來這個島建廟 說也奇怪 那一次不為自己抓的魚 通常都是抓的最多 很閒啊 我今天更閒的一件事 今天來參加我龍